这些都不重要 我一定要想办法 保住你我二人的性命 因为我心中早就有了一个人 所以我才不能勉强自己 生下别人的小孩子 姐姐 若是喜欢了别人 我也会为姐姐想办法的 我喜欢她 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属于我的人 我掉到河里 是她救了我 家里出了事 是她与我相依为命 还学了一手烟雀来潮的折纸 书哄我开心 可是我却只能喊她 弟弟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金库 我只是后悔不该绣那个荷包 在我心中 只能容下一个人 你 都是一个人 你不会是一个人 说过去的 我一定要直播 你可以这样描述 我 是这个子 在这边 我只是不错 我为什么不错 我没有什么事 我怎么可以打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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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 姐 这毒酒 你早就准备好了 若不是借着毒酒状态 我又怎敢跟你说出那些大逆不道的话 我怕是看不到那天了 你怎么能傻 再等一等 我们都会没事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我累了 不想再等了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独自保守秘密 我觉得很辛苦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的 如果玄妃是我的宿命 我不甘心 你却毫无办法 好在这么多年来 你终究陪在我的身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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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姐姐 你怎么做值得吗 如果 如果你觉得亏欠于我 就好好地 替我活下去 你真的很自私 你知不知道 你是我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亲人 而你现在却要离开我 我被以为 可以在最体面的时候跟你告别 陛下马上就要来了 你快点走吧 不要让我做的这一切没有意义 我让你走 你走 你快点走 你走 你走 快走 便到了 我 我不 managing 你 没有 走 可我 爽 你 小枪 一直聚起来 你 她 她 我还记得 当初晶空的时候 陛下亲手将这枝法篡给我插手 她说这是先后遗物 依依住她 从那天起 我便在宫中遗留 逼不及云 如果当初没有带上这只法载 是不是如今一切都会不一样 爱妃 陛下 臣妾与冯夕是被冤枉的 婢子万事被人放在臣妾宫中 臣妾对陛下一片真心 你这是何苦呢 传特医 传特医 是 陛下 如今臣妾走投无路 唯有一丝自证清白 但还想请陛下 千万要放过冯夕 她的确是臣妾的琴笛笛 是冯夕唯一的后人 你不能死 你不能离开朕 只要你不离开朕 朕什么都答应你 朕答应你放过冯夕 朕不许你死 二妃 二妃 你不能死 朕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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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